纽约州州长古莫宣布 纽约贾维茨中心临时医院建成 将从3月30日开始使用提供1000个床位 但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房仓医院 贾维茨中心临时医院目前只接受非新冠病毒的病患 目的就是要将传统医院病床留给新冠病毒的病患来使用 且州政府目前还在勘查另外4个临时医院地点 不止整个临时医院都是由美国陆军工兵团花费5天完工 之后他们还将前往石溪维茨斯特与旧伟斯特博 要陆续在这3地同样新建起临时医院 可再提供3000个床位 至于其他地点包括布鲁克林伦渡站 与纽约实力大学史丹顿岛学院 如果能够得到政府批准 同样也可以开建并提供上千张床位 东西新闻柳号人下日请在纽约的总和报道